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漠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35岁的我 被自己丈夫养在外面的小三 推下了楼梯 可第二次醒来 却是17岁的我 记忆里的许观炎 一身少年气息 笑起来清爽帅气 是我跟别的男的说句话 都要生闷气的年纪 我想着18岁的许观炎 会在大雪天 去给自己买热腾腾的红薯 20岁的许观炎 会偷偷攒钱给自己买戒指 22岁的许观炎 会指着对面的高楼大厦说 苏苏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承诺他都做到了 可是28岁的许观炎 开始夜不归家 30岁的许观炎 开始跟自己的秘书暧昧 到了32岁 他就已经在外面有了一个家 许观炎 你不要碰我 你好脏啊 我看着跪在地上 求自己不要离开的 许观炎说道 我摸着自己的头 看着陌生的地方 撕 好疼 许观炎似乎是听到了 我的声音 就马上醒了过来 一脸担忧地看着我道 苏苏 我看着他 头歪了歪 目光透露出几分疑惑 许观炎 许观炎马上点头 碰了碰我的额头 看见我的纱布 流露出几分心疼道 你先休息 我马上去喊医生过来 许观炎 你怎么这么老了 我的头还是昏沉沉地疼 但见了许观炎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打去道 你变得好老啊 苏苏 你怎么了 许观炎猝眉 我转眼间看到了 镜子里的自己 颜围有了好几条皱纹 一下子老了十几岁的模样 又看了看许观炎 许观炎 我怎么也老了这么多 话音刚落 我就忍不住地想要流泪 许观炎似乎是知道了什么 小心翼翼地问我 苏苏 你今年多大了 许观炎 你不是才陪我过完 十七岁的生日吗 我们就快要高考了呀 许观炎愣住了 赶紧喊来了医生 我不知道医生跟他说了什么 我现在只能接受 我自己穿越到了十八年后 半个小时过后 许观炎回来了 他告诉我 是我的记忆发生了倒退 我眼一锤 这是我闹情绪特有的动作 但是许观炎记忆中的我 已经很久没这样做过了 许观炎抱住我哄着 我抽搭着鼻子 许观炎 明天我们还要去动物园的 怎么一醒来 我就三十五岁了呀 许观炎心口有些发酸 但也只是抱着我跟我说 苏苏 没事 明天我们还是去动物园 医生说我的伤口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记忆发生了倒退 我陌生地听着 和许观炎在一起的十八年 看着自己手指上的婚戒 又看看许观炎手指上相应的一对 心里的酸楚和苦涩消了些 下意识地去握住许观炎的手 看我们两个手指上一对的婚戒 等到了家 家里却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婚纱照 我问许观炎 许观炎 我们两个怎么没有婚纱照 许观炎笑得温和 我拿去重新改了 然后哄着我道 苏苏 我们再拍几组结婚照好不好 我听着又开心了几分 好啊 但是你没有给我求婚哎 那就再求一次 许观炎一如既往地纵容我 我高兴地勾住他的脖子 我能感受到许观炎的身体明显地僵硬住了 但却没在意 让有兴致地打量着屋子里的布局 然后躺在床上去 听许观炎诉说着这些年属于我们的故事 可是说到二十八岁 许观炎就不说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 许观炎摇摇头 轻声道 苏苏该睡觉了 我顺从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就看见许观炎整理领带要去上班 我睡眼朦胧 许观炎好笑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苏苏早上好 我随口迎合了几句 不想许观炎下一句道 苏苏你好像年轻了一点 我笑眯了眼 摸着自己的脸 就当许观炎是在跟自己说笑 目送他上班之后 我新奇地上网 搜寻着十八年后的世界 率先就搜了许观炎的名字 三十五岁的许观炎 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 真厉害 我看男人眼光真好 我喜滋滋地想着 许观炎中午是不回来吃饭的 我尝试着点开了外卖软件 点了个外卖吃 然后在下午等许观炎回家 许观炎 你回来了 听到声音的许观炎有些恍惚 他似乎真的回到了十七岁那一年 少女站在章树下喊他的名字 许观炎手中的东西全部掉下来 明明白天还是三十五岁的苏苏 怎么才过去一天 苏苏就越来越年轻了 难不成真的是命运之神眷顾 我笑着 许观炎 你东西掉了 许观炎没管这些东西 血也没脱地就抱住了我 我能感受到他发抖的身体 我轻轻地安抚他 许观炎 你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不开心呀 许观炎摇头 苏苏让我抱抱你 我好久没抱你了 我有些不解 任由许观炎抱着 直到我的肩膀有些抹了 我才推开许观炎 许观炎 我们吃饭吧 吃饭就不会不开心了 苏苏 你越来越年轻了 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变化 就像是白天35岁的我 来到这个平行世界的一个壳子 慢慢地我又变成17岁的模样 许观炎 因为我就是17岁的苏苏啊 我笑着 肯定是我们婚后很幸福 老天爷让我提前坐时光机 让我来看看你 许观炎重重地点头 不过马上又见我撇嘴 你现在见了17岁的我 会不会觉得 35岁的我不好看了 就没那么喜欢我了 许观炎眼中浮现出温和的爱意 他认真而又郑重地告诉我 苏苏 我爱17岁的你 也爱35岁的你 我对你的爱只增不减 我喜欢听许观炎的情话 在他嘴角落下一个吻 我相信你 这次的经历 我就当作一场时光旅游吧 提前看一看未来 我和许观炎吃完饭 就拉着他去外面的小花园看星星 外面的小花园里 种满了我喜欢的黄玫瑰 我每一朵都会仔细看 然后指着天边的星星道 许观炎 我没想到我们以后会这么幸福 许观炎不知为何眼眶有些发红 他突然抓紧了我的手 苏苏 是的 我们很幸福 许观炎又一次抱住我 苏苏 别离我太远 我摸着许观炎的头发想 许观炎这样好像一只猫啊 靠得近了 我闻到了许观炎身上 一股淡淡的身世香水的味道 透出一股清新的柚子味 许观炎 这个柚子味道的香水好好闻啊 许观炎表情一僵 那我明天送你几瓶 好 许观炎的眸按了一瞬 抱我更加的用力 苏苏 别离开我 这是许观炎今天晚上说的第二句 我半开着玩笑道 你是不是看我变年轻了 嫌弃你老了 不会的 许观炎 我最喜欢你了 怎么老是说离不离开的话 怎么 你背着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了 许观炎的手不自觉地摩擦了一下 但我没有注意到 只是笑着看向她 许观炎看着我的脸 心里一阵一阵地痛楚 不会的 不会的 今天的许观炎是个爱哭包 不要难过了 我给你抱一抱吧 我缩进许观炎的怀抱里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最喜欢你了 许观炎的一滴眼泪落入我的发顶 我听她胸腔里发出一个恩的音 抱着抱着我有些困了 就撒着胶让许观炎背我回去睡觉 许观炎照做了 我看着在未来属于我和许观炎的家 心里一阵阵的甜蜜 之后许观炎要去洗澡 我也没等她 自己就睡着了 许观炎推开浴室的门 用毛巾把湿漉漉的头发擦了擦 然后小心翼翼地帮我整理好被子 随后走到阳台 还关上了阳台门 把孩子打了 许观炎压低声音 不顾电话那头的哭泣声 宋月 你害我的妻子坠楼的事情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 你把孩子打了之后 我们就两不相欠了 许观炎挂断了电话 随后看着睡在床上的我 一直没有一开眼 第二天 我一觉睡到了十点 不要准备高考 不要读书上学的日子 也太爽了吧 我忍不住窃喜 萌发了想去给许观炎 送便当的想法 说干就干 我随意煮了几个家常菜 装好放在便当盒里 按照网上说的 去找许观炎 许观炎公司里的人都认识我 一路上友好的跟我打着招呼 我礼貌地回应 突然一个人冲了出来 把我撞翻在地 刚想要道歉的他 却在看清我时流露出一丝记恨 随后又消失不见 夫人 真抱歉 您没事吧 我把我的便当捡起来 没事 我看见这个女孩子眼眶通红 可见刚刚受到了多大的委屈 而且她冲出来的位置 正好是许观炎的办公室 我整理了下自己的凌乱 推开门 就见许观炎靠在办公桌上吸烟 见我来了 马上将烟掐灭 把烟藏进手心里 我不由得失笑 怎么她还是跟以前一样 记得17岁的许观炎有次 被自己看到抽烟 情急之下 居然把烟藏进了手心里 好在35岁的许观炎学聪明了 学会把烟先熄灭了 我将便当一个个拿出来 许观炎 吃饭了 刚刚是怎么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许观炎醋眉 露出浓浓的不喜 我摇头道 没什么 你也不要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凶 温柔一点 面前的苏苏 一如既往地 对所有人充满着善意 许观炎轻轻地恩了一声 心中泛起酸楚 以后不会了 给我带了什么 带了你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玉米排骨汤 最后还有辣椒炒肉 我的眼睛亮晶晶地 充满期待地看着许观炎 许观炎吃了一口 好吃 我和许观炎一起吃完了中饭 我替他理了理脖子处的领结 早点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 随后在他脸上响亮地拨了一声 许观炎欢喜 恋恋不舍地看着我离开 却在我转身离去后 患上一脸阴沉的模样 把宋月喊过来 宋月一进来 桌上的文件就飞到了宋月的脚下 许观炎冷卓眼看着宋月 你是想坐牢吗 你害我的妻子坠下楼梯 要是打起官司来 你的一辈子就毁了 宋月眼泪巴搭巴搭地落下 坚定地摇摇头道 观炎 我不会跟你分开的 我会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许观炎忍不住地抱了粗口 抓住宋月的手腕 强行拉到窗户前 你看清楚 我有自己的妻子 那个晚上就是一个错误 我现在就要把错误改正过来 宋月垂泪 反把许观炎的手 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观炎 这里是你的孩子 苏苏生不了孩子 你难道就不想 有个自己的孩子吗 他跟了你十八年 我也跟了你七年啊 观炎 我爱你 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上你了 苏苏能做的 我都可以做 苏苏不能做的 我也能做 观炎 别对我这么绝情 许观炎抽出手 手指钻得死死的 不知道是那句话 触动了他脆弱的神经 许观炎竟然把一旁的椅子 给踹翻 宋月吓得在原地 被许观炎指着鼻子 你要什么我不能给你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庭 我不要名分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爱你啊 许观炎气得胸膛 一起一扶的 滚 宋月擒着一双红眼 观炎 滚了 许观炎拽着宋月 恶狠狠地拉了出去 门被关上的一瞬间 许观炎恶狠狠地 打了自己一个巴掌 他该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宋月在门口咬着唇 把脸上的泪水擦干 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 家里人说 一个女人生不出孩子 是迟早会被咽气掉的 他现在怀孕了 就一定能把苏苏给挤下来 我从许观炎公司离开后 并没有回家 反而去了最近的一所学校 这里也是一所高中 跟我和许观炎以前的高中学校 透出几分相似 这条梧桐树小路 像我和许观炎 每次放学都会走的那一条 这家零食店像是许观炎 每次都会拿着一根草莓味的雪糕 等我的那个 那个公交站牌 像是自己和许观炎 每天都会等的那个 时间过得好快啊 我伸出手透出树荫 去看天上的太阳 要是它能想起来 后来的十八年就好了 但是听许观炎说 他们很幸福呢 我不由地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 好幸运啊 过了这么久 身边的那个人 还是那个十七岁的少年 我买了校门口的闸串 耳后是少年的轻声细语 哇 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 是那个学校的呀 我不由得有些好笑 然后高兴地拿着自己的闸串 边吃边透过这些少年的面孔 去看自己的青春 夏天的傍晚风吹得很舒服 我想起来 许观炎每次都会带自己 去夏天的河岸上吹风 许观炎骑着自行车 少年的衣摆顺着风飘动 自己在许观炎的后座上 听他讲今天发生的趣事 我玩得久了些 又有些不认识路 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灯是亮的 我开门见许观炎着急的模样 你去那了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都不接 我去散步了 手机没电了 你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 我开心地拿出东西摆在桌上 许观炎这才面色松了些 以后出门 记得把手机充好电知道吗 实在不行 就记住我的电话号码 苏苏 别让我太担心 许观炎没有继续再说我 看着我摆的东西 有蛋糕 闸串和奶茶 许观炎记忆有些恍惚 这都是以前的苏苏爱吃的东西 怎么买这些了 因为喜欢吗 记得吗 以前你天天给我买这些的 说以后我想吃什么 就给我买什么 是不是啊 我坐在许观炎的怀里 尝尝 许观炎喝了一口 我喜滋滋地抱着奶茶 许观炎 你今天晚上还要工作吗 不要了 怎么了 我们来看电影吧 我记得冰箱里还有可乐 我们点一份小龙虾好不好 我好喜欢吃小龙虾的 我知道的 无论说什么 许观炎都会同意 无论是17岁的他 还是35岁的他 但是我却没有看见许观炎 看着我的脸庞发愣 无意间湿了眼眶 然后又消失掉 突然 我看见许观炎的下额线 有一道类似指甲的划痕 我心疼地凑过去看 许观炎 你这里怎么了 许观炎顺势摸了摸 随之马上恢复正常道 一不小心划伤了 那要小心点哎 外卖到了 我去拿 我兴奋地去门口开门 许观炎又一次摸上这个伤口 长长的睫毛 遮不住他眼底的心酸 这是伤疤是苏苏打的 一打的照片被苏苏甩到许观炎脸上 就连挂在卧室的婚纱照 也被苏苏摔了个粉碎 我拿到外卖的那一刻 发现了许观炎好像一直不开心 他好像一直在害怕些什么 我只想他开心 于是便靠近他 许观炎 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 还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你怎么一直都不开心啊 许观炎扯出一丝笑 没有不开心 那好吧 我见他不想说 也不强求 而且拉着他 陪我一起去看电影 我被电影里的情节 逗着哈哈大笑 还拉着许观炎一起看 不知不觉 许观炎也被我的情绪带动 我们两个一起笑 一起闹 就像以前一样 许观炎拿来了毛毯 把我和他裹在一块 看着看着我便睡着了 梦里是许观炎曾给我讲过的 我梦见高考完的那天 许观炎拉着我的手冲出考场 激动地抱着我 转了好几个圈圈 告诉我 苏苏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谈恋爱了 我梦见我们去了大理 在尔海他骑着自行车 带我兜风 送我一篮子的小野花 背着我去海边 看海上日出 我在梦里都勾着笑 现实中的许观炎 小心翼翼地把我抱紧了些 苏苏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第二天一早 我兴奋地跟许观炎说着 许观炎脸色一下 就变得不好看了 苏苏 你还梦见什么了 我见他脸色变了 有些好奇 就是这些啊 难不成还是真的吗 哇 也太幸福了吧 我手指握住一起 做出憧憬崇拜的模样 倒在许观炎怀里 许观炎脸色有些发白 你要是喜欢的话 等我这段时间忙忘了 我带你继续去大理好不好 好 许观炎藏在后背的手 有些发抖 我去下书房 许观炎陶也似地躲在书房里 关好门 苏苏失忆了 自己以为是上天怜悯 却没想到 却是上天对她的惩罚 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 眼前这个女人有点眼熟 她好像是上次撞到我的女孩 我有好的笑笑 女人见我明显地一愣 随后低头 我找许先生 她在书房呢 进来坐吧 我去喊她 我喊了一句许观炎 宋岳进来坐在沙发上 手指不按地揪着衣服 时不时往书房的方向去看 我给她倒了杯水 怎么了 没 没事 许观炎出来了 她刚想问我怎么了 却在见到沙发上的宋岳 冷了一张脸 你怎么来了 宋岳鼓起勇气 我来找您 您愿意跟我单独谈谈吗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许观炎很冷漠 我能察觉出 她对宋岳的厌恶 便在一旁不说话 安静地待着 许先生 宋岳的手不自觉地 抚摸着肚子 见她肚子有些大了 我便开口道 先坐下 许先生 我怀孕了 文言许观炎脸色更不好看了 我靠近许观炎 这是好事啊 你是来请产假的吗 许观炎努力把声音放柔 苏苏 我出去处理一下 宋岳随之出门 许观炎见宋岳走得慢 直接抓宋岳的手腕朝前走 然后扔到车的后座 宋岳的高跟鞋的鞋跟 都被许观炎的暴力给弄断了 你TM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要跟你断绝关系懂吗 你TM到底要什么呀 我什么不能给你 宋岳含泪只是摇着头 许观炎见词猛地把车门关上 恶狠狠地踹了几脚 宋岳被吓得缩在角落里 手指触碰到自己肚子的时候 一下有了勇气道 观炎 我想生下来 生个屁 你以后再出现我妻子和我面前 别怪我不客气 许观炎就要走 却被打开车门的宋岳抓住了手 观炎 你要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干什么 苏苏她已经老了 她配不上你了 你看你才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守着一个老女人 过没有孩子的日子 许观炎被宋岳的言论气得要发疯 大街上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围观的人群 逼得许观炎只好深吸一口气 打开驾驶室的门 踩油门把宋岳送回了家 一路上车开得飞快 宋岳晕车得厉害 怀孕后了更严重了 下车的时候直接白了一张脸 一看目的地 居然是一个小诊所 许观炎拉着宋岳就要进去 宋岳害怕得连连后退 边哭边啃求道 不要 求你 不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宋岳哭的嗓门很大 许观炎见他已经哭倒在了地上 直接打开自己的手机屏幕 对着宋岳的脸 看清楚了吗 我有妻子 这是我的爱人 宋岳死死地抱住许观炎的腿 观炎 我跟了你七年啊 我保证 以后都不会去找苏苏了 你别这样对我 宋岳第一眼见到年少有为的许观炎 就动了心思 他刚刚高考完 自知成绩不好 也考不上什么好大学 然后来酒店兼职当服务员 趁着许观炎被人下了迷药 自己爬上了许观炎的床 随后凭借自己后来的努力 进了许观炎的公司 许观炎虽然对他冷冰冰的 但给东西都很大方 慢慢的 自己就爱上了他 许观炎有时候 一个月也会来他家里待几天 慢慢的 宋岳怀孕了 自己跟了许观炎七年 这七年他们有过亲密 但许观炎保护措施都做得非常好 虽然跟自己都是发泄情绪 很粗鲁 也很让自己难受 但是宋岳甘之如頤 直到自己由此 趁着许观炎没注意 在避孕套上动了手脚 终于 他怀孕了 宋岳想要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稳定的家 便想着和苏苏去谈判 让苏苏主动离开许观炎 结果没想到 苏苏自己太激动 从楼梯间摔了下去 许观炎想着自己做的那些糟心事 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宋岳就要去扶 却被许观炎吼了一嗓子 滚 宋岳第一次见他这么的暴怒 像是一只发狂的野兽 回到车里的许观炎 用头拼命地砸着方向盘 方向盘发出急促的嘟嘟声 随后随开了个地方 提了两打酒放在车里 然后回自己家的车库 许观炎此时害怕得不行 他不敢想象 要是苏苏知道了该怎么办 面前的苏苏不只是他的爱人 还是陪了他整整18年的妻子 许观炎喝了一瓶又一瓶的酒 喝得上头了 就跌跌撞撞地去找苏苏 我看着手机 心里想着许观炎怎么还不好回来 天都黑了 门开了 我顺着看过去 许观炎喝得醉醺醺的 我站起来 许观炎 你怎么喝酒了 一句话说的许观炎 当场就泪如雨下 他居然跪着抱着我的腿 苏苏 不要想起来好不好 什么都别想起来 我是个混蛋 我不明所以 蹲下把许观炎的头抱在怀里 心疼得不行 苏苏 不要想起来 什么都不要想起来 我被抱着行动不便 只好哄着他道 好好好 都听你的 走 我们先去卧室 许观炎一路上抱着我不肯撒手 嘴里一直念着什么 别想起来道歉之类的话 我又好笑又好气 见他已经彻底睡过去之后 惩罚地捏住许观炎的鼻子 许观炎 你怎么长大了 还是这么烦人呢 我想起他17岁时 摔碎了自己最喜欢的小猪杯 为了哄自己 急得抓耳挠腮地 买了好几个小猪杯 给自己赔罪 语气也是这样 苏苏 不要生气了 你别不理我呀 不过 我又思索了一番许观炎的话 什么不要想起来 我把被子离好 许观炎的手机电话 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紧张 观炎 你好些了吗 你是 我问他 电话那头听见我的声音 明显很紧张 随后将电话挂断 我听出这是今天上午 来的那个女人 不知为何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醋梅看了一眼睡过去的许观炎 但我又听见他嘴里发出的梦一声 换的是我的名字 我便没有再细想 只是一如既往摸着他的头 脑海中又涌现一段记忆 是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 日日待在一块 去游乐场 去小公园 在摩天轮升到最高点的时候亲吻 那时候的甜蜜 一点点感染着我 我脸上带上幸福的笑 目光温柔地看着 已经睡过去的许观炎 第二日 许观炎走得很早 他没有叫醒我 但是还是没有忘记 给我留下一份早餐 我吃完后百无聊赖 手机里传来家族群里的消息 都是分享些趣事 商量着今天去那家吃饭 我的父母啊了我 问我今天要不要回来吃饭 我想着没事 就给许观炎发了个信息 让他中午早点回家 许观炎很快就回了信息 答应了 我准备了很多东西 感觉差不多了 就礼物全部放在门口 等许观炎来接我 许观炎一下车 步子加快地 把东西全部放进了后备箱 我坐进副驾驶 许观炎帮我系好安全带 我笑着打去道 我记得你参加校园剧 染了个黄毛 然后来找我被我爸爸 拿着扫把追 许观炎一愣 你想起来了 我发现我每一天都会想起 我们之间一年式记忆 许观炎 我马上就可以想起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了 我很高兴 但是许观炎却好像高兴不起来 勉强地扯了一个笑 我兴奋地跟他说着发生的事情 许观炎硬喝着 从家里到父母家里的路程很近 只需要三十五分钟的车程 一下车 我看见我父母在门口迎接我 我一见他们居然忍不住红了眼眶 轻轻拉住许观炎的手 许观炎 他们怎么老了这么多 许观炎握住我的手 见我来了 妈妈很高兴地上来迎我 见我和许观炎 十指向扣的手 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对吗 苏苏夫妻之间就是要互相包容 你也让着点小许 我被我妈妈说的话 讲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硬着 等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爸拉了我妈一把 嘟囔道 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苏苏越来越年轻了 我妈也觉得 但不免有些骄傲道 咱们苏苏天生丽质 老了也能活得漂漂亮亮的 我和爸妈吃了饭 饭桌上我的堂姐依旧冷傲 听说她没有结婚 就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身边听话懂事的小男友不少 我的堂哥成熟了很多 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身反骨 桀骜不驯的性子收敛了很多 估计是有了堂嫂的缘故 不过最好的 还是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 生活幸福而平淡 许观言在饭桌上表现很好 很是照顾我 其余人见怪不怪 磕下了饭桌的许观言 却流露出几分焦躁 随后像下定决心一样 跟我们一大家子道歉后 然后离开了 宋月 孩子你真的打掉了 许观言的语气透露出几分狐疑 可是病床上的宋月顶着一双哭肿的眼 观言 难道你不信我吗 我不要你给我什么了 许观言一直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语气也揉了几分 我会给你钱的 许观言掏出一张卡 好好休息 密码在背后 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给你打钱过来 你休养好了 就离开这座城市吧 宋月留下一行青泪 楚楚可怜 那你可以多花时间来看看我吗 我在这座城市里只认识你 许观言沉思道 长久后恩了一声 许观言来接我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他没带我回家 反倒是去了海边 我玩疯了 许观言无奈地追着我的背影跑 我在他海边大声喊许观言的名字 眼前的人就是许观言青涩的时光 最爱的那个少女 他真的突破了时光 来到了自己身边 我玩累了 就挂在许观言身上 游着他背我回家 累极了的我爬在他背上 许观言 你别怕 我会陪着你的 我不怕 只要有你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在许观言背上的时候 我又做了个梦 其实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他就变得很适睡 很多时候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做梦 好在梦里 就是自己未来的记忆 我梦到我陪许观言创业 住黑漆漆的地下室 但我从来不怕 我知道 这是我和许观言的家 许观言创业没钱 但也会记得下班花三块钱 给我买一个肉包子 或者是一只玫瑰花 许观言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总说没关系 我帮着他在职场立足 看他红的白的一起喝 我心疼得直到眼泪 直到他第一次拿到了合作的合同 我们两个哭着抱在一起 总算是苦尽甘来 等我梦完醒来的时候 许观言陪在我身边 我缩进他的怀里 一如既往 他的身上 还是我喜欢的气味 苏苏 怎么最近这么试睡 我也不知道 我嘿嘿一笑 算下来 我已经想起我们 未来七年的事情了 我很期待 听许观言说 我们是在我25岁的时候结婚的 只要再等一天 我就可以想起来了 我想告诉他 告诉他我 马上就可以全部想起来了 直到有个电话 把许观言喊了出去 我没多问 许观言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去了医院 今天刚好要帮我妈妈 去拿处方药 医院里我见到了一个眼熟的人 是那天来找许观言的人 我看见他摸着肚子 却不想一不小心药掉了一地 我去帮他捡起来 没想到他警惕地后退一步 目光带着不善 随后看我的动作 生硬地说了一句谢谢 我没在意 在他走后 我看见了掉在角落里的药 我追上去 见他拐进了病房 我正要开门 听见了许观言的声音 许观言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怒气 你不是跟我说 把孩子打了吗 宋月低着头 观言 这也是你的孩子 我怎么舍得 我震惊地站在原地 耳朵传来阵阵空鸣声 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攥紧 紧得我喘不过气了 我一下 没了他进去的勇气 宋月像是突然有了勇气一样 观言 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要是不爱你 怎么会让我留在你身边 整整七年 不爱我 你怎么会让我怀上你的孩子 观言 你其实早就不爱苏苏了 对不对 你要是爱他 你又怎么会仍有我走到你身边 观言 我们结婚吧 我真想自己什么也听不清 可他的话 却像惊雷一样 一下一下把我的心 砸两个稀碎 我想冲进去质问 想毫不留情地 甩许观言一个耳光 可是我的腿 像是扎了根一样 动不了半点 许观言烦躁吼道 你TM有病吧 许观言眼神一动 看到了在病房门口的我 苏苏 我见他就要过来抓我 我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滚 我跑走了 许观言疯了一样地来抓我 我和他纠缠之下 我又打了他一巴掌 可我却脚下没站稳 摔下了楼梯 我的后脑勺出血的那刻 我想起来了所有记忆 我本来是要跟许观言离婚的 却被宋岳挑衅 推下了楼梯 我看见35岁的苏苏 一次次质问为什么 声嘶力竭地像个疯婆子 我也想问问 为什么 最后是许观言捂住我后脑勺 狼狈地去找医生 我被送进了抢救室 再抢救是我想起许观言跟我求婚说 会一辈子爱我 想起他笨蛋似的去给我化妆 明明他当时连粉底和遮瑕都分不清 求求你 救救我 医生 我哭着 麻醉剂让我的脑子越来越混沌 身体的疼痛消失了 却让我脑子里一遍遍浮现出 许观言是怎么骗我的 是怎么把我瞒住在外面有了一个家的 许观言看着闪烁的救急灯光 眼前白一阵黑一阵的 身上手上是酥酥粘稠的鲜血 许观言害怕的手都在抖 居然扑通一下跪在急救室门口 医生 求求你们 救救我的爱人 许观言跪在急救室前程地祈祷着 一个晚上过后 医生说我没事了 要休养一个月 许观言一下就红了眼眶 连连向医生道谢 许观言看着病床上的我 握住我的手 触及得只是一片冰凉 苏苏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病床上我的眼泪一直流着 许观言颤抖着替我擦掉眼泪 几乎是快第三天的时候 我醒了过来 许观言明显地高兴起来 他顶着两个大大的眼袋 眼底的红血丝透露出疲惫 还没等他兴奋地喊出我的名字 我说了一声 滚 许观言的笑容僵在脸上 他看着我 眼眶逐渐通红 到最后掉下眼泪来 苏苏 别赶我走 苏苏 我错了 我也想哭 看着他透露出一股 从心底散发出的恶心 许观言 你好脏啊 你怎么背着我在外面养别的女人呢 你怎么能出轨呢 我只是发出疑问 但是我听不进许观言的任何解释 更何况许观言一句也解释不出来 我甚至在想 许观言的手段是有多么高超 把17岁和35岁的我都耍得团团转 许观言卑微地恳求着我 苏苏 苏苏 相信我 我们不要离婚苏苏 我错了 我错了苏苏 我以后真的不会这样了 苏苏 我恶狠狠地抽了许观言一巴掌 许观言被抽得有些发猛 随后听我说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许观言握住我的手 他在哭 我也在哭 我哭我识人不清 哭那个晚上28的苏苏 一个人过完了自己的生日 哭30岁的苏苏 被许观言蒙在鼓里 哭35岁的苏苏 被小三找上门来 许观言 我好恨你呀 许观言哽咽着求我 把脸埋进我的手里 苏苏 别走 求你了苏苏 许观言 我要回到过去 我再也不要你了 我就当那个17岁的许观言死了 我现在面前的许观言 只是一个不负责任出轨的恶心男人 许观言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苏苏 我爱你呀 我一直都好爱你 别离开我 求求你 不要离开我 许观言也没想过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在跟宋岳发生一夜情的那个晚上 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么崩溃过 他自己想过 苏苏还在等他回家 苏苏还要跟他一起过生日 而且他和苏苏已经结婚了 许观言害怕了 害怕得马上跑回了家 却在门口不敢踏进去一步 门出现了动静 许观言封了一样地跑上楼 见苏苏打开门 然后失望地把门关好 许观言看着自己手机里弹出的信息 记得早点回家哦 我在等你 煮了你喜欢吃的饭菜 还买好了蛋糕 还是很忙吗 要是太晚了 我给你留了饭 忙完了 给我发一个信息 许观言懊恼地捶打着自己的头 直到夜晚才敢回家 回到家 迎接他的照样是酥酥甜美的笑容 你回来了 许观言封了一样地抱住他 对不起 对不起 苏苏不明白 以为他是为昨晚没有赶回来抱歉 轻声安慰道 没关系的 我们还要好多好多的生日可以一起过 如今的种种美好 一点点在许观言面前碎掉 那些美好要离自己而去了 苏苏 求求你 别丢下我一个人 许观言偏执地拉住我的手 我错了 苏苏 别走 别离开我 我脸颊被泪水打湿 我甚至不敢去想 35岁的我当时的绝望 面前的人一点点陌生 随着未来的记忆 被我忽视过的许观言出轨的小动作 一点点充盈在我脑子里 我越发地难过 心脏疼得我逐渐喘不过起来 我想问好多东西 问他是怎么心安理得地告诉我 许观言最爱我 想问他是怎么骗了我七年 这七年我怎么就这么蠢 被他骗了过去 想问他跟别的女的上床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我还在家里等他 但是我什么也不想问了 我什么也不想要了 许观言握住的是17岁苏苏的手 可35岁的苏苏什么也没有 35岁的苏苏只有欺骗 背叛和绝望 我推开许观言 脸上的眼泪擦也擦不干净 许观言还是想要来抓我 可是他终究没有勇气伸出手 苏苏 病房里有人的轻声喊我的名字 他的声音跟我的别无二样 随即从光里走出一道人影 我瞪大了眼睛 原来是他 是18年后的我 35岁的苏苏抱住我 不哭 没关系的 他背叛了我们 我力声道 35岁的苏苏 没有我这么大的反应 但我看得出 他比我还要难过 他明明温柔地笑着 眼底的光 却让人感觉 他已经碎掉了 苏苏 我带你回家 我们不要他了 35岁的苏苏 看了眼关上的门 他知道的 门外是他又爱又恨的男人 但苏苏生来骄傲 他永远不会为男人妥协 走吧 17岁的许观言 还在等你放学 一句话逼得我又想掉出眼泪 狠狠地哭一把 35岁的苏苏跟我说 我回去看了看 17岁的他 真的很爱我们 我回去居然也舍不得 对他说重话 17岁少年的爱蓬勃 而热烈 哪怕35岁的苏苏 对他冷言冷语 他也依旧拿出 最热烈的爱给苏苏 固执地觉得 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28岁之前 许观言的爱最拿得出手 但他出轨了 许观言的爱 变成了一个捧在手心里 外表光鲜亮丽 里头已经烂透了的苹果 苏苏 你很年轻 年轻的 谁见了你都喜欢你 就连现在的我也很喜欢你 35岁的苏苏 对着我调皮地眨了眨眼 跟他恋爱到20岁吧 之后我们就不陪他吃苦了 以后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就是倒计时了 苏苏 回家吧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你个小屁还知道什么呢 我闭上了眼 我想35岁的苏苏 舍不得分手 我想我会舍得的 我不要倒计时 我要截止日期 我们两个回到相应的时间节点 我相信 离开了许观言 我们依旧会快乐幸福 因为我和35岁的苏苏一样 生命里不只有爱情 我们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 以下为番外内容 我叫许观言 我有个喜欢的人 叫苏苏 今天是看见苏苏的第一眼 我看见他在摸我奶奶家里养的大橘猫 苏苏背对着我 阳光照在他的背影上 映着他轻瘦的身形 他好像会发光泪 阳光找下来 他马尾后的碎发都显得毛茸茸的 每一根都冒着金光一样 他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站起来转过身 笑起来的样子又软又甜 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月亮 这是你家的猫吗 我连忙点头 对对对 这是我家的胖子 苏苏被我逗乐了 胖子 我重重地点头 我叫他胖子 很可惜 苏苏只是笑了笑 然后走了 我看他走远了 肆意地去揉我家胖子的脸 胖子 记住那个女孩子 以后一看他放学 就缠着他 哥给你好多猫条和冻干吃 胖子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我也不知道他同意没有 就每天开始提前十分钟走 希望可以再次遇见他 少年的心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我想 我大抵是一见钟情了吧 上天眷顾我 苏苏居然跟我是一个学校的 我开始关注他 但是他真的很优秀 肩子生是不会早恋的吧 我不要耽误他 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心里带着这个念头 终于我在他摸胖子的时候 又一次站在他身后 我鼓起勇气告诉苏苏我的名字 然后落荒而逃 他肯定觉得我傻得冒泡了 我也觉得 但我想不到 一年后 我居然真的跟苏苏在一起了 太棒了吧 尖叫疯狂雀跃 要说我干了什么 就是坚持一年 记得他的生理期 记得他说的每一件小事情 记得每天早上偷偷给他买早餐 午休的时候偷偷给他塞小零食 其实我做得远远不够 我想对苏苏再好再好一点 今天高考完了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牵着苏苏的手了 以前我是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动苏苏 最出格的就是拉住苏苏的一根小拇指十秒钟 嘿嘿嘿 高考出分后 我跟苏苏填了同一个学校 自然苏苏在哪里 我就要在哪里 我们的大学时光很快乐 也很甜蜜 我超爱苏苏 我要当苏苏的小田狗 大三那年 家里出了变故 母亲生病了 急需用钱 父亲变卖了家里的房产 好在母亲活了下来 我便想好去创业 苏苏很支持我 她跟着我住地下室 跟着我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 冻得瑟瑟发抖 还对着我的手哈气 嘲笑我像个超级玛丽 我心疼苏苏 我要苏苏过上好日子 她愿意陪我吃苦 我许观言就算死 也不会辜负她 我开始频繁地去喝酒应酬 拉下脸去求那些老板 一次一次站在别人家门口 请求着别人看看我的项目 我不能认输 我要赚钱 赚好多好多钱 给苏苏买大房子 给父母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成功了 我赚钱了 第一桶金 我带着苏苏去吃了一顿好的 我们还去看了电影 电影讲的什么破内容 说着一个男人在功成名就后 抛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 糟糠之妻死后 男人一直在后悔 最后在海边自杀了 苏苏哭得眼泪鼻涕一把的 我看苏苏哭我心疼 但又忍不住嘲笑她 苏苏骂了一句坏男人 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跟苏苏保证 我一辈子只爱苏苏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在发现跟宋岳上床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记得昨天晚上 宋岳摸着我的脸 去扒我的衣服 徐总 你醉了 我起初在推开她 可是宋岳的脸居然在我眼里 一点点变成苏苏的模样 后来我们两个倒在了床上 我几乎崩溃 宋岳告诉我 她什么都不要 只想留在我身边 她答应我不会告诉苏苏 鬼使神差的 我看着她年轻漂亮的脸 我答应了 我给她买了一套房子 但很少去看她 每次我对上苏苏温和的眼神时 我总会心虚和烦躁 日子久了 我也就慢慢习惯了 有时我会送几个礼物给宋岳 看到因为收到礼物欣喜的眼神 我总能想到年轻时候的苏苏 日子慢慢过去 苏苏好像发现了什么 她越发的不爱 对我笑了 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似乎在斥责我 在问我 为什么我回来得越来越晚 身上还有女人的香水味 好在我每次都能骗过她 每次 直到宋岳怀了我的孩子 我第一反应就是让她打掉 不知为何 我和苏苏结婚这么久 一直没有孩子 可宋岳居然有了 宋岳没有愿意 她独自一人去找了苏苏 后来我就听见了苏苏摔下楼梯的消息 监控查了 是宋岳把苏苏推了下去 我几乎是想杀了宋岳 她怎么能伤害苏苏呢 我去医院看着病床上的苏苏 白着一张脸 我守着苏苏 拉着苏苏的手告诉她 许观言不会再做错事情了 求求你回来 苏苏回来了 但她似乎失忆了 告诉我她 今年才17岁 17岁 怎么可能呢 苏苏明明就35岁了 不管我相不相信 苏苏的记忆 一直停留在是17岁 而且苏苏似乎真的越来越年轻了 那日她在房间里 对着我说 许观言 你回来了 和记忆里 苏苏在楼梯间 对着我招手说着许观言 我们一起回家吧 如出一辙 我不得不相信 我面前的就是17岁的苏苏 我跟宋岳斩断了一切联系 我可以给宋岳钱 给房子给车 我只求宋岳 不要破坏我的幸福 可是就连老天爷 都在破坏我的幸福 苏苏的记忆慢慢想起来了 她告诉我大理 尔海 最高的摩天轮 我才知道 我错得有多离谱 我想起那场电影结束后 我告诉苏苏 我永远不会背叛她 告诉她 许观言永远爱苏苏 上天啊 别让苏苏想起来 苏苏会很难受的 苏苏还是想起来了 在她知道我出轨七年 还跟宋岳有了一个孩子后 怎么办 怎么办 帮帮我 苏苏因为我摔下了楼梯 好多血 我永远忘不了 苏苏那个被背叛的眼神 带着痛楚还有恨意 我封了求医生 救救苏苏 救救我的爱人 是我做错了 是我背叛了我们十八年的感情 我是个畜生 我不是人 苏苏活过来了 我求苏苏不要走 苏苏流着泪 冷漠地避开我 苏苏说我好脏 她说要回到过去 再也不要我了 我的心脏碎裂了 别不要我好不好 苏苏 别抹杀掉我 我被苏苏喊了出去 等我再进去的时候 苏苏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虽然老了 但依旧漂亮 面前的是被我辜负了的爱人 苏苏提出了离婚 我答应了 签协议的时候 我手抖得厉害 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离婚协议上 我选择了净身出户 但苏苏把房子留给了我 我就知道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姑娘 可是我这个混蛋辜负了她 苏苏走了 我根本就留不住她 我们甚至没有坐在一起吃早饭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 苏苏已故意伤害罪把颂月告上法庭 第二个就是我 我死咬住是自己把苏苏推下去的 苏苏却在法庭上告诉法官 说不是 医院调出了监控 证明的确是苏苏自己摔下去的 开庭结束后 颂月被判了两个月监狱生活 而我无罪释放 但我永远会背着有罪的枷锁活下去 出庭后 我去了西藏的布达拉宫 我一步一拜 拜上了那座高贵神秘的宫殿 神啊 求您保佑我最爱的人福泽安康 保佑他平安喜乐 保佑他再也不要遇见我这样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